健康大数据会为大家一一解破数据背后的健康密码 好 今天来到星期五的11点21分 Jingle有点不同了 周末吃碗面 以前想提供一些饮食的资讯给大家 本来星期四Arenda和MiuMiu都会有这个节目 现在正式今天开始转为健康大数据 希望和赵博士或者其他朋友 如果得知一些数据上影响到健康会怎样呢 今天时间都是一节过 去到11点31分左右 我们现在请赵博士出来 赵博士 你好 好 你好 赵博士 大数据我们进入大数据的年代了 今天赵博士就给了一些相关内容 都关于食的 究竟新不新鲜 这一件事我们如果普通人来说 就靠这个肉眼和看那个到期日 那究竟在食用期那方面新不新鲜 怎样影响到我们身体呢 赵博士 这个是重要的 我们通常都是这么多年代 由我们的爷爷 太爷 我们的老爸 都是说看到一只鱼眼 新鲜亮的就行了 谁不知呢 你看不到它呢 肚子有没有爆到 即是胆爆开了之后 那里面就黄色了 喜欢吃肚 鱼肚的位置就发觉苦了 是不是呀 肉眼就看不完的 那自从新冠肺炎病毒 大家都会知道 肉眼有很多东西看不到的 那今天呢 先讲一些关于黄曲霉素 还有那些东西 放在有其中一个数据 就放在雪櫃 在雪櫃的温度 即是10度摄氏 那些位置 它就算坏了 它都不会流失黄曲霉素 机会率这么大 但是如果你说 在普通温度 room temperature 20多度 而它发霉 又会出黄曲霉素出来 那它的机会率是大很多的 所以摆不摆那一雪櫃呢 而它照发霉 发霉了之后 你那个情形有些什么 而黄曲霉素 只要半粒米那么多 就会搞到整个身体坏了 怎样坏法呢 我又寄了一些照片给你看 就是可以直接影响女人 女士的 叫做breast 因为它可以 可以跟女士荷尔蒙接近 那就搞到一吃了下去 荷尔蒙坏了 又要看一下那个 甲状线 又要看一下 为什么今年期呢 我妈妈没有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会搞成这样呢 有机会接触过这个黄曲霉素呢 就可以改了你本身 家庭里面是这样的 父母是这样的身体 而你的身体的迹象是可以不同的 就是黄曲霉素 黄曲霉素在哪里 要怎么小心呢 就是做preparation full preparation的人 起码知道就说 我摆了雪櫃 那些东西不是很对的时候 起码机会率是少很多 不是说没有 不过是少很多 而如果是没有摆过雪櫃 如果它一发起霉素上来 你就照想拿回来吃 那个机会率是十倍的 所以变成了 如果是十倍呢 你想想你 你买大小 你知道买这张桌 有十倍机会是大的 那张桌呢 机会率出身都是小 你想想 不是我们今次一定是大的 你想想你就会搞到分别 就是为什么轮到你 你会是这样的 赵博士有一个提问 就是其实很多时候 大家可能在概念上 或者放在雪櫃的温度有些不同 那我自己都试过放一些 食物内的雪櫃 不是冰格里面 是都会起码的 那起码当然就立刻丟掉了 但是有很多朋友就说 放下去冰柜 放在雪櫃 就只可以放久一点了 那究竟那个 当然温度和食物的影响很大 那在数据上面 有没有得知 其实一放得久 或者不理你几个低温 都很负几一度 都会有影响的了 有啊 不同的雪櫃的科技 都可以影响 那种东西 发什么模式出来 还有你买一些东西 它有没有 跟其他三个发开模式 比如买一些东西 隔壁就有发模式 你选了一只好的 你不要打算这样 你带着那些模式裙回来 放在雪櫃 你本来的雪櫃是很好的 现在的雪櫃就不是那么好 因为有了一些猫菌在里面 所以猫菌可以带进来的 有时候你买生果 可以带了一些 那些叫food fly 带了回来之后 就很烦的 经常到处飞 在生果里面找到那些蚊枝 那些你带回来的 因为通常在卖生果的地方 就很多 生了一些蛋 你买回来没有东西 隔几天它就走出来了 所以你记得 看东西要看都没有 但是另外就是 你不要带了一些东西进来 另外就是在雪櫃和冰柜 当然有很多东西 放在冰柜就会众家拖慢它 但有些人不能放冰柜 放在冰柜 比如你买了一些上海小白菜 我不想它这么快 放在冰柜 拿出来吃 煮煤了 不同的味道 菠菜也是这样 那些不放在冰柜 什么地方有最多黄曲霉素的机会 在中国做过一个study 在台湾做过 韩国做过 粟米 粟米很大问题 第二样东西就是花生 也是很大问题 花生的问题比粟米更大 因为花生 它还在地底里生出来 所以当它除了地底那些菌 那些抹菌 它还有黄曲霉素 它还有其他很多品种 我今天不讲这些 你做到一些油 煮菜的油 很多时候的菜油 当它有毒素 黄曲霉素 你普通吃它是一件事 如果你炸东西 再炸热它的时候 再吃下去 就是另外一件事 因为那些油 再加上 比如你又下了面粉 又会拖慢你的消化功能 即是说 吃下去的时候 它的接触时间在身体里 比一般更久的 更久的一般 所以它可以告诉你 很多很多东西的 但是你当然也要知道 你在找什么 因为如果你想看很多大数据 但是你不知道自己看什么 就差不多好像明明记得 今天去找你带了什么来到的时候 我忘记了为了什么来到这里 如果你只想看大数据 但是不知道身体的影响 还有上年纪的人 为什么要小心 年轻的人吃什么 有没有黄曲霉素 因为它影响了你的肝 影响你的肝 肝又会影响你的消化系统 影响了什么呢 就是连这个 我最近受了一个研究 就是讲关于英文 叫做Sarcopenia 那广东话是什么呢 就是那些肌肉萎缩 那肌肉萎缩呢 原来跟你之前 年轻的时候 做过某些事情 都有关 其中一样东西 就是黄曲霉素接触 接着影响你的肝 影响了内脏 影响了消化系统 所以变成 你现在变成 明明是以前吃牛肉 吃鸡肉 那些肌肉会没事的 还会挺好的 现在吃鸡肉 和吃牛肉 再吃龙肉都补不回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因为 你吸收不了 就变成要吃什么呢 就那时候要吃那些 蛋白粉 不是吃白粉 是吃蛋白粉 蛋白粉 蛋白粉 蛋白的粉 但是问题就是这样 蛋白的粉 我不是记了一份东西给你 连这些蛋白粉 和牛肉 牛的肉里面 因为别人给了牛 吃了粟米 而粟米有黄曲霉素 原来在牛肉的肉里面 牛里面的肉都找到 所以你炒牛肉 连那些肉都有黄曲霉素 养鱼也就是了 人养鱼 因为我们给了很多植物 但是他吃呢 也都说发觉那些肉里面有这种东西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怎么做呢 第一是消费者要知道有这样的情况 第二就是其他专家和多些人要留意 因为已经上了新闻了 只不过是新闻没有人看而已 就是这样的 好 赵博士 我们大数据时间差不多了 大家就着今天的题目 大家都可以听完节目 可以在网上搜寻一下我们讲过的内容 自己认识多些 不是说一下子解决到 譬如吃了什么东西 以前就说哎呀 肚痛 会痒出来了 这件事应该大家现在在网络上 赵博士都说了 新闻都有的 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以外的一些时间 去搜寻一下最新的一些内容上 或者对自己身体会有影响的一些食物的 那今天谢谢赵博士 我们下个星期再跟你谈过一些新的题目 或者将我们这一个题目再延伸好吗 好啊 好啊 没问题 谢谢赵博士 下个星期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